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回來向城說事 我是Simon 由於我們上兩集已經講了有關太平天國與香港 以及熊人乾的故事 今集邀請到Samson大哥 上來跟我們講多一點太平天國的歷史 多謝Simon的邀請 今天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我是Samson 上兩集的影片 Simon都很詳細地跟大家講了太平天國的來龍去脈 相信大家都已經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還有什麼可以說呢 在說之前也想考一考大家 太平天國鍾望熊壽傳 他創立拜上帝會 基督教的思想是來自哪裡呢 大家稍後會想起來自他的夢境 在夢境之前相信大家都會記得 就是來自一本《勸世良言》的小書 今天不如跟大家分享這本書的作者 以及客家人的故事 剛才你有提到《勸世良言》 看看資料吧 我就知道《勸世良言》是一個叫做《梁法》的人寫成的 但是有關太平天國的人物 熊壽傳、石達開、遺昌輝 甚至我們之前說的《紅人乾》 我們都有聽過他們的名字了 但是究竟誰是梁法? 你對,說起梁法大家都未必知道是誰 從字面看,盡可能都會覺得他是一位農民 大清時期的一位泥民百姓 最多是黑銀黑劍地生活這麼簡單 當然我們在這裡說到 當然他不是普通人這麼簡單 原來他是香港第一位 由英國傳道會按納的一位基督教華人牧師 第一位由英國倫敦傳道會按納的基督教華人牧師 這麼厲害 其實與紅壽傳有什麼關係? 簡單來說 他所寫的《勸世良言》 是直接促成了紅壽傳的夢境 而他經歷與紅壽傳有相似的地方 其實都是出生在貧寒 梁法1789年出生在廣東省少慶府的一個農民家庭 他在11歲的時候才入學堂讀書 但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他家裡很窮 四年後因為沒有錢 所以被迫絕學 之後去了廣州打工謀生 剛剛他開始的時候學製筆 之後就開始學做黑字、印刷等等 1810年梁法受僱一間印刷廠 遇到基督教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 英國倫敦宣道會的馬麗遜牧師 當時馬麗遜所賺的試圖行轉 後來和他助手出過一些合憶的聖經 都是交給梁法打工的印刷所去承印 這些聖經的中文版本 雕刻和印刷都是出自梁法的手 及後他們多了交往 馬麗遜和助手米連 梁法開始多了認識基督教信仰 五年後由於米連得不到清失的許可 所以他就要回到馬來西亞的馬六甲 繼續去他們在華僑的傳播事業 梁法作為他的僱員 當然要跟隨老闆 一起去到馬六甲傳教 在米連的影響之下 梁法接受了基督教信仰 並且在1816年11月3日受洗成為基督徒 其實他那時只有37歲 之後七年裏梁法一直幫米連出版 中文的《月刊拆世俗每月統計傳》 以文字形式傳播基督教的思想 這個可以說是世界上第一本中文期刊 三年後梁法就花到家鄉和黎氏結婚 之後第二年更加幫他太太受洗 不說不知 原來當時的傳教沒有得到清失的許 當時的清失的思想比較封閉 認為西方宗教迷惑人心影響社會 所以梁法傳教後來更加因為派發小賊子的罪名 而被捕入獄 更加受到嚴刑的敲打 後來因為馬里順的出面干預才得到釋放 然後他又回到馬六甲了 時間一轉我們又回到1822年了 梁法因為米連去世的關係 他又回到中國了 之後回到馬里順身邊從事傳教的工作 1823年 澳門梁法由馬里順按納成為牧師 屬於倫敦傳道會 同年他又回到廣州傳教 將自己的家裏成為基督徒聚會的地方 與此同時梁法已經開始編讚書籍和小賊子 向人介紹基督教的信仰 最為著名的 就是1832年出版的勸誓良言 專門給廣州應考科具的壽彩看 在他努力之下 更加有不少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去到這裏 我就覺得事情有點有趣了 好像開始跟洪壽傳接軌了 因為我聽到科具考試 而洪壽傳就是因為這樣 考不到科具 亦做不到達官鬼人 就是這樣 洪壽傳這位科具考試多次失敗的年輕壽彩 就是因為研讀了勸世良言 即是良法人制的小書 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人生理念 從而創立了拜上帝會 積極傳教 並在1851年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 正如Simon之前跟我們分享這樣說 從心理學角度的分析 我們不難發現洪壽傳或多或少 都是有考試、考多次 考不到 而心理上出現了一些逆差的心理 潛意識為自己尋找出路 所以在他大病之後 他就在夢中見到上帝 更加成為了耶穌的弟弟 所以我們了解洪壽傳的事跡的同時 我們更加要對這位良法先生 由他讚世的勸世良言都要有認識 而至於洪壽傳的基督教思想 是否純正和健全 之前三文卿都跟我們分享了 我就不在這裏扒門農夫了 有支洪人乾和洪壽傳是逐輕逐弟 那其實他們是甚麼人來的呢 對了 三文卿你都問得好 不過在我們說到在甚麼人之前 我也想說多一點點東西 不說不知 太平天國運動是整個世界歷史上 規模最大的舊式農民起義之一 雖然起源在廣西這些偏遠的地方 但其後波及的人口達到兩億 而且幾乎席倦中華半壁的河山 真是不說得少 但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太平天國主要領導人都是客家人 包括哪幾個呢 天皇壽傳當然是 另外有幾個重要的王 包括很有領導歷的 東皇楊壽清 西皇蕭朝貴 南皇馮雲山 北皇偉昌暉 翼皇石達開 燕王秦日干 和三文卿之前說過的 乾皇紅人干都是客家人 後期主將陳玉成、李秀成都是客家人 為什麼呢 原來其中一個原因 跟當時普遍的現象有關 什麼呢 就是討客之爭 其實我們都可以從中看到 客家人生活的艱難 原來兩港地區有兩大族群 哪兩大呢 一個就是土人 土人就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我們西面看到的紅番 當然不是 土人其實是一個反清 其實是早期的漢人 藏族等等 其次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客家人 比土人較遲些去到兩港地區 由於土人早來到 優質的土地被他們佔據 而客家人相對比較艱苦 明朝以來中國人地矛盾很大 這兩大族群不斷鬥爭 其實他們的鬥爭超過了幾百年 香港學者鄭德華 兩年前出國一本書 更加是專門研究這個土客大客鬥 去到清朝末年的時候 這個情況就更加嚴重了 就成為了太平天國爆發的一個引致 我們直接一點這麼說 本身廣西等地因為爭地盤 其實當地人和客家人已經是躁動不安 客家人長期被欺壓 缺乏土地又不夠糧食 所以直接這麼說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大的火藥庫 在廣西地區了 客家人紅手傳 舉起意旗 以宗教天父天兵為號召 而且他有一個很觸動人心的東西 就是提搶人人平等 無處不暖和 無人不暴亂 自然這些是觸動人心 所以一個好好蕩蕩的太平天國運動 就應運而生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歷史的必然和歷史的偶然 客家人就是長期在不同地方漂泊 未擁有一個他們自己的居所或生活地區 見Samson大哥說了這麼久 不如我拿回一點時間吧 讓我補充少少有關香港客家人的知識 大多數的客家人都是從中原下來的 去到太平天國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他們的第六次藍遷了 讓我先說說這些六次藍遷 分別發生在什麼年代 第一次藍遷是在秦朝時期 即是大約是公元前21年 當秦子皇同意了中國之後 就派了60萬士兵南征了 到達現在揭陽縣、縣北這樣的地方 去到公元前214年 再派到50萬士兵去到兩廣一大 而這班士兵有些就在兩廣一大定居 成為了首批客家人 地理位置都和香港非常接近 第二次藍遷就是東進時期 由於中原地區不斷出現戰亂 所以第一批人士逃離到敏、月、鑑一帶 所謂的敏就是福建省 鑑就是江西省 而月當然是廣東省 亦因為這三個地區就成為了客家地區 當中提及的廣東省 當然亦包括了去日大溪山36月或去日的脫門 亦即是現在的香港 第三次藍遷去到唐朝末年 因為安氏治亂和王朝起義 導致一大群中原人士再次藍遷 而這次的落腳點和上次一樣 都是敏、月、鑑一帶 去到第四次的時候 就橫跨了整個宋朝 首先 北宋時期 國土受到金人入侵 一大堆大臣 通馬英文 被迫藍遷 而後來去到南宋時期 蒙古人壓境 最後還佔據了整個中原 推翻了宋朝 而這個時期 又有更多官民進行藍遷 第五次就是在明末清早的時候 當時鑑南、月東和月北的客家人 已經達到高峰了 導致土地開始成為有限的資源 同時康熙皇帝為了令南方人民不要造反 又要令民心歸順 所以實行了獎勵開墾方地 每人派發一定數目的銀行 鼓勵他們向其他地方繼續遷移 於是一堆在上面提及過三個地方的人民 開始向四川 湖南和廣西等地進行遷移 去到第六次 就可以回到我們今次的主題 就是因為太平天國 國內戰火翻飛 又再次迫使客家人藍遷 去到南亞一帶地區 有些更加被押送到馬來西亞 巴拿馬 巴西 美國等地做副工 而去到十七世紀末 客家人開始向香港遷移 而客家人的村落 都是其中一批在香港開埠之前最早的原居民 直到現在 住在新界的客家人仍然保留著客家的方言和風俗 甚至乎住屋都會有客家風格 而由於在歷史上不同時期都會有客家人遷移到香港 導致香港的客家人數非常龐大 亦都帶動了他們的經濟能力 基本上和本地人旗鼓相當 所以他們都沒有給本地人或廣府人所同化 仍然保留著自己的傳統特色 而今天我們講多了很多有關 和太平天國有關的歷史 亦都是因為今天的分享 就和我們補完整個太平天國 與香港的歷史故事 今天我們很感謝Samson大哥的分享 也多謝Samson的邀請 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再次感謝Samson上來和大家說歷史故事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